好我们继续我们讲一下装饰器模式怎么装饰这个类 这个电码其实我们刚才在测试的时候就是写的这个电码 已经写过了我们再继续看一遍 装饰这个类啊就是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类 class demo 特别简单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写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们上面这个at什么我们可以先不看啊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它又穿入个target进去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asdc 或者称处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类上面呢我们给加一个at test dc 就把这个函数名字给它写上 函数名字写上之后呢 这就是一个装饰器 比如说函数是个装饰器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语法把这个class给它装饰一遍 最后呢我们alert说这个demo.asdc呢就是true 刚才我们已经验证过了 我说一下它是什么原理啊 就是这一块啊 class demo上面这个at test dc 这一块其实就是说我们对这个class进行了一个装饰 然后再看怎么装饰的哈 就是在test dc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把target传进去 这个target其实就是这个class demo 然后给它加一个at dc等于true 然后就会最后就出来了 其实特别简单 在这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是你单纯的去学es6语法 就是es6出来了 当然很早就出来了 你就学到这个语法 如果学到装饰器模式 装饰器这个语法这一块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是很明白它 它为什么这么做啊 但是你要能结合装饰器模式来学这个装饰的这个语法 你就能明白很多东西 它其实就是对这个class进行了一个装饰而已 最后这个返回的就是这个它给装饰之后的这个class 所以说它代言和这个at dc可以是true 它的原理啊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 就是一个装饰器后面一个class的话 它其实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class然后完了之后把class定义成这个director函数 执行一遍的返回值或者说如果是返回值为就没有的话 或者说就是这个class 当然这个或者这个情况是个意外的这个候补情况 这个咱们可以不考虑 就相当于这个class这个a在这个dc里面去执行了一遍 大家看上面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就是我们本来定义的classdemo 然后这个装饰之后呢 其实就相当于把demo给传进去 然后给demo加了一个属性 然后最后返回重新附着这个demo 所以说我们这个demo里面是dc才是true 是吧 继续 我们还要传参数啊 比如说啊 还是classdemo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testdc呢 还是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里面传一些参数 比如传一个true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testdc呢 要返回一个函数出来 返回一个函数出来 这个函数呢 这个格式呢 还是跟刚才这个函数格式一样的 就是要接受一个target 然后target比target呢 加一些属性 好我们再把它演示一下 在参数呢 我们先 我们这儿先定义那个装饰器吧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testdc 然后里面呢 我们接受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它最终返回的肯定还是个函数 装饰器返回的都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格式呢 它是一个 接受一个target 然后呢 target特替 a字dc 我们给它加一个属性 复制成什么呢 就复制成那个参数的这个值就行了 比如我们先写一个true 先写一个false 那就太写死了 对吧 我们就不太写死了 我们把这个参数的值给它 拷在这儿 然后classdemo 然后里面都不用写 然后下面加一个 下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呢 我们可以传递参数 对吧 比如我们把false传递去吧 这样的话 它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返回的肯定还是这个 testdc 并且穿上false的时候 它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对吧 它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装饰器 就可以通过add这个 关键字符来去识别 然后呢 里面这个target特替 dc 我们这个地方这个false已经生效了 好 这是那个参数的形式 参数的形式 好 我们看一个mixin的一个实例 mixin就是汇合的意思 就是把比如说之前 我们订了一个myclass myclass里面什么属性都没有 对吧 什么方法都没有 这样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mixin 然后把这个foo这个对象 给它mixin进去 foo这个对象呢 它里面有一个foo的方法 对吧 有一个函数 大家看这个装饰器 我获取到一个集合之后呢 还是返回一个函数 对吧 装饰器都是一个函数 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mixin的这个例子 好 我们先定一个mixin 然后呢 我们获取一个结构的集合 还是要return一个函数 大家注意 装饰器都是一个函数 然后target 然后呢 我们通过objects assign方法呢 我们把target的prototype 然后把这个target的prototype 和这个结构的集合 给它一个混合 好 这样的话 这个装饰器就完了 然后我们需要混合的呢 我们这儿写了一个对象 然后 里面有个foo的一个方法 它是letfoo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去class一个 叫myclass 这个名字随意 我们给它加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 可能就是这个maxin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foo这个对象给它传进去 好 它这个一执行 最后返回的是这个函数 对吧 反过这个函数 就可以通过这个at的关键字 来识别成装饰器 也就是说 会把它里面的这个 一些属性都会 合并到这个target的prototype里面来 最后我们测试一下 说的话 有个myclass的实例 然后我们执行这个myclass的foo 看一下 myclass里面本来是没有这个foo的 但是呢 它通过这个装饰 我们把这个给它合进来 好 保存 OK 看打印出来了吧 foo 至于这个类的圆形啊 这块我们就不去讲了啊 这块是GS的一个基本的知识 如果大家这块不是很熟呢 我推荐大家去学习 我的这门课程 就是这个行动GS面试技巧 这门课程 里面讲圆形 讲那个一部 讲背包 这块讲的都比较详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接着看PPT啊 装饰方法 比如说我们class的一个person 里面有两个属性啊 first last 这边是ab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name的一个方法 里面呢return这个first last 就是把这两个合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这儿如果加了一个readonly的装饰器 readonly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 比如说 如果加这个装饰器的话 我们在你有一个person的时候 我们去打印一下 就是获取它这个name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我们想把它进行一个复值 那这里会报错 因为name是个指读的属性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装饰方法的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装饰的类 对吧 我们还可以装饰方法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规定 它这里面方法是指读的 好 那个这个readonly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看一下 readonly其实也是个函数 不过它要接触三个参数 tunit name和这个descriptor 这个tunit呢 就是这个class目标 name就是当前的这个属性点 然后重点的是这个descriptor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属性描述 比如说你在这个object.define property 这个里面可以用的 它原来的值是这样的 就是我这红框里面宽的 比如说属性描述里面 我们的value可以写出这个属性的值 对吧 这个是不是可枚举 这个是不是可配置 这个是不是可写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执行这个readonly 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属性描述的 这个rightable就是这个 是不是可写 给它写成false 就是让它不可写 然后我们把这个描述符给返回 大家看readonly里面 我们把这个不可写给它关闭 然后返回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这个name的这个函数 或者说这name的这个属性 它是只能读 不能写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里面就是说 我们要打印一个日志 比如说我定义那个classmass 然后呢 里面有个add的方法 add就是a加b嘛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log 加个log呢 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newmass之后 我们在执行这个massmass的add的时候呢 它会用日志去打印 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实现 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样哈 就是说函数的格式 就是这个log是个装饰器嘛 对吧 放在这儿来log就是装饰器 装饰器就是个函数 函数的格式和刚才是一样的 主要看这个descriptor 就是个属性描述符 我们先汇语到它的value 然后把它value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就是我们先打日志 大家看这conta log就打日志 然后我们再去 把它之前的这个value 进行一个执行 然后最后反复属性能复 这个之前的value是什么 oldvalue是什么 就是以前的value 以前的value肯定就是这个 add这个函数嘛 对吧 因为add是一个属性的名字 它的属性值 其实就是我们正说的 这个descriptor的value 这个value原本是什么 原本就是说是returnA加B这个函数 对吧 就很简单 returnA加B就完了 那我们现在要给它改一下 首先把它取出来 然后给它改一下 改一下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加一个日志打印 我们要先加一个日志打印 给打印出一行 然后再去执行它以前该有的逻辑 就还是returnA加B 最后反回这个手机能 好 再把你试一下 好之前呢 我们先删掉 我们先看那个person的 dreadonly的 我们先定一个person 然后呢 constructure 里面我们写成list.first 复制成A list.last 复制成B OK 然后我们加一个name的一个方法 我们让它returnlist.host 然后空格 list.last 我们预期是这个name的这个方法呢 只能去获取 不能去修改 所以说我们就这儿加了一个叫 readonly的装饰器 对吧 但readonly该怎么定义呢 装饰器 所有的装饰器都是一个函数 然后readonly这个函数 它有接收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target 第二个是name 第三个是descriptor 主要就是这个descriptor 好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descriptor 有一个可写的给它关闭 writeable 复制成false 然后return descriptor 这样的话这个装饰器就可以用了 就是我们对这个name的这个函数 进行装饰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可写给关闭了 所以说我们在 定义这个newperson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p.name 对吧 我们保存 我们看一下 好大家看 ab是吧 我清掉这个刷新 ab ok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试图去 把这个name给它改成一个 其他函数 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 二二侧100 我们改成这样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我们保存一下 好大家看报错了吧 对吧 因为它是个readonly property name of object type person 它提示你就是说 这个name它是一个readonly的 就是一个止读的 你不能去修改 这样就报错了 好 我们注视了 ok 那这样的话就是 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打印智能的例子 我们先把它暂时删掉 大家写的程序 要自己保存下来 有助于你在做笔记的时候 要记下来 回头再复习看 好我们还是先定一个classmath 然后定一个add函数 a和b 然后return a加b 这是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预期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预期的效果是 我们在执行a加b的时候呢 我们想让它打一个log出来 打一个日志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加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它还是一个函数 function log 参数还是那个格式 target name descriptor 好 这样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 old value获取到 就是这个descriptor.value descriptor.value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先把函数获取到 然后呢 我们再把函数重新复制成什么呢 重新复制成一个函数 这个重新复制成函数呢 就我们可以先打印一个日志 我们写上 calling name weeds 我们把argument写上吧 好 我们打印一条日志 然后呢 我们再return什么呢 return这个old value 就是这个 之前那个原本的函数 给它执行一下 apply this 然后把这个aggress 把这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好 最后我们需要return这个descriptor ok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在执行这个add的时候 它就会 这个add其实就已经是被装饰过的add 对吧 被装饰过的add呢 它就是不是以前的这个value了 它是装饰过后的add 它应该是个新的value 新的value呢 就是说 我们先打印日志 然后呢 再去做之前这个加法的这个执行 好 我们测试一下 newmass 然后呢 result分射成mass 叫add 比如说我们100 还是跟mpt一样吧 2加4吧 好 2加4知道之前的时候 应该是 就这个地方的add 应该不是 之前的这个returnA加B的 应该是经过装饰后的 应该是这个值 对吧 好 我们最后 打印一下这个result吧 OK 保存 我们清空着刷新 好 大家看 我们在执行add的时候呢 它在打印着一条日志 叫callinadd位置 object 这是一个什么了 我们不能那么写啊 应该这么写 它就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add是什么 这个add其实就是这儿的name 对吧 这儿name 比如说这个name的属性值 其实就是这个 add这个方法名的这个值 对吧 然后我们重新保存一下 好 大家看callinadd位置是什么呢 位置是个r个人的对象 然后2和4相加是吧 回到的等于6 好 也就是说我们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打印课的结果 都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装饰器呢 是好试图 OK 那经过这个演示之后呢 我们这个装饰类和装饰方法的 这个装饰器 都已经演示完成 我们再来个简单 的条件 这是什么 鱼